你见过这样的加油方式吗? 95号汽油满满加入摩托车油箱中 当地人眼都不眨一下 你见过如此泥泞不堪的道路吗? 八轮驱动的军用卡车在这里可谓是寸不难行 几十公里的道路整整需要走上一周左右 连猪都不愿意走这样的路 在这里,三八大杠是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 95号汽油都可以这样讲 为什么当地道路还是如此破烂不堪呢? 大家好,我是看路 只为带你看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本期视频让我们走进钢果 一起去看看钢果人是怎么得到珍贵的汽油资源 以及怎么把汽油运输到各个不同的城市 在非洲钢果,丰富的黄金资源再次引发黄金热 大批外国人不约而同来到这里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来这里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能满足钢果人汽油和粮食的充足 由于当地道路设施极差 很多人只会选择飞机来运送粮食和汽油 长满杂草的飞机跑道 大量村民熙熙攘攘的在上面玩耍 坐落在跑道旁边的楼房就是机场塔台 里面仅有一名工作人员 他会使用无线电和飞机取得联系 再次之前,飞机必须在天上盘旋 只有双方确定好下降位置和时间后 塔台工作人员就会安排地勤招呼跑道上的村民和动物离开 合作顺利,飞机可以平稳降落 如果稍有差池,飞机会冲出跑道,甚至撞向人群 而这种惊心动魄的飞机降落,每天都会上演两次 高频繁的飞机运输,才能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求 这次飞机又带来了粮食和汽油 粮食放在当地贩卖 外面卖50多块一袋的面粉 这里要卖到340多块 而汽油就需要通过卡车运送到汽车更多的地方贩卖 飞哥,今年已有30岁 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 该汽车是一辆德国军用卡车 八轮驱动,翻山越岭可谓轻而易举 美中不足的是挡风玻璃坏了 黑哥这次争取到了运送汽油的任务 接下来他需要在三周时间内将汽油运送到70公里以外的城市 为了增加收入 他也打算带上一些村民一同出行 道路的泥泞和车费的昂贵 让当地村民不得不选择价格稍微低昂的卡车 当然,选择和这种卡车出行 路上所有的风险都必须由乘客自己承担 开始几公里的道路还算平坦 大家可以悠闲地坐在车上享受来之不易的颠簸感 一路上还有说有效 可麻烦很快就找到了这车人 狭窄的道路被抛锚的汽车堵住了 黑哥早已看透其中玄机 想从自己手中骗取破路费响都别想 在助手的指引下 小打方向盘 直接绕开被堵住的路 面对这种状况 八驱卡车完全不慌 甚至觉得连开胃小菜都不散 可八驱卡车也是有缺点的 底盘的过高 就会让车身过高 从而路上伸出的树枝经常会敲打挡风玻璃 久而久之 挡风玻璃就会被敲碎 黑哥也会被路过的树枝划伤手臂和眼睛 而车上的乘客更要学会怎么躲避树枝 稍有不注意你就会被树枝叫去一顿 黑哥的卡车会在沿途的每一个村子停留修整 期间会有新的乘客和货物上车 运气不错 这个村子有台发动机需要运送到城里维修 没有起重设备 要把这个超过200公斤的大家伙班上卡车 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原本休息时间却成了打工时间 大家还在抱怨时突然村口激烈的争吵声吸引了他们 原来是黑哥的助手趁大家搬运发动机时 独自到村里喝酒闹事 还被警察抓个正着 面对这样的情况 黑哥也不可能继续带上这个酒疯子上路 即使这一路需要助手的地方还很多 没想到卡车才走一天 团队就损失了一名助手 但是没办法 黑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可情况在这时变得更加糟糕 天空开始电闪雷鸣 这意味着暴风雨就快来临 本身都是泥泞不堪的道路 已经让车通行困难 加上雨水的滋润 汽车不就很容易陷入泥路中了 可为了能尽快把货物运送到目的地 黑哥不得不硬着头皮前进 面对现在这条路 可能连专业的越野车也会直接熄火吧 在雨水的滋润下 道路像抹了黄油 根本不受司机控制 再走出村里不到五公里的地方 黑哥的卡车失控滑到了路边 面对这样的情况 黑哥早已习以为常 停下车安抚好乘客后 就带着助手们开始清理轮胎周围厚厚的黄泥 直到晚上十一点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清理 八个轮胎清理了六个 然而此时天上电闪雷鸣 又下起了雨 原本还是黄油般的道路 在雨水的滋润下 现在的道路就像是浇了水的面团一样 轮胎被牢牢粘住 挖出来的泥土又被雨水冲到之前的轮胎上 加上之前已经失去一位主手 他们挖黄泥的速度明显赶不上水冲的速度 等待许久的乘客也开始焦躁不安 为了孩子的安全 外婆决定和女儿带着外孙徒步走到下一个村落进行修整 漆黑一片的道路 两名妇女带着孩子走在这种荒郊野外的道路上 真的会安全吗 突入其来的雨水 让困在泥路的司机并不只有黑哥众人 再不远处 两兄弟推着一车货物 同样在这可怕的泥路里艰难前行 该哥俩通过自行车不断往返不同两地进行贩卖货物 泥泞的道路让他们天黑之前没有到家 兄弟两人为了不影响白天正常售卖商品 晚上也会加班加点赶路 可漆黑的道路让他们车上的黄油泄露出来 哥俩只能尽量收集起一些散落的油 这对于他们来说可是巨大的损失 用黄泥再次加固封好油桶 地上的黄油还可以勉强地点燃一根火把 哥俩再次出发 这次他们超过了拥有八驱卡车的黑哥 看着自行车可以这样自由通过 黑哥也是头像羡慕眼光 凌晨一点 轮胎周边的泥土基本清理干净 黑哥再次启动卡车 尝试将卡车从泥路中弄住 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长时间的工作让大家早已精疲力尽 黑哥只好让大家休息 第二天一早继续处理浴泥 在轮胎下放入一些杂草后 卡车终于脱困 经过整整十个小时的抢救 黑哥的卡车终于可以继续驰骋在道路上 而昨晚步行出发的女乘客 也没走出多远就放弃了 泥泞湿滑的道路让他们寸步难行 在路边也等到了黑哥的卡车 即使这条道路异常艰辛 但是助手却表示已经很顺利了 之前遇到这种情况 是需要处理几天几夜才可以完成 同时这里的局势也是十分不稳定 各种武装势力错综复杂 晚上经常会遇到抢劫 黑哥已经被抢过两次了 货物是损失不少 万幸的是人还活着 白天越来越多的摩托车和自行车 在这条路上开始谋盛 司机们相互合作 只为通过泥泞的道路 摩托车更是直接加大油门 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经过漫长的等待 自行车和摩托车都顺利通过 黑哥也开始踩着油门往前冲 可突如其来的水坑 再次让卡车陷入泥土之中 卡车还没走五公里 大家又要开始清理淤泥 此时的气温已达三十多度 乘客们也只好下车喝点水 稍微补充体力 简单休息后 助手们的工作又要开始了 他们需要无止境的挖泥 试着把松软的地面变得更适合车辆通行 可这种做法完全治标不治本 一场大雨后又会恢复炎压 又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挖泥 突露垫石头 黑哥的卡车又可以前进了 这次运气不错 黑哥的卡车在七天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安全没有超过老板给他的时间 这可给他在行业内留下良好的信誉 这七天他们没有遇到堵车 也没有遇到地方武装 只是简单几次的轮胎现尼 这种道路在我们身边应该很少看到吧 如果遇到这种路 行人都不想通过 别说开车通过了 而远在非洲刚果的人们 为了生活 每天还是义无反顾地奋斗在这条泥泞的恐怖道路上 这份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看路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